有大马羽球大失赛的决赛战报 在女双焦点战中 乐地组合陈康乐和蒂娜 奋战三局后 以1比2不敌韩国对手白河纳和李绍兮 虽然无法拿下主场冠军 但是这场长达101分钟的决赛 还是让球迷直呼 虽败有荣 韩国李白组合在首局开局前半段一直领先 但乐地组合不甘示弱 积极进攻 一路将比赛带入高潮 成功率先夺下赛点20比17 然而韩国组合奔起直追 连追5分 最终以22比20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乐地组合是火力全开 一开局就以6比0遥遥领先 全程是不给对手任何的机会 猛烈的攻势让大马队以21比8扳回一局 进入决胜局 乐地组合强势开局 一度以9比5领先 不过韩国队越战越勇 不断加强攻势 最终以21比17击退乐地组合拿下冠军 至于亚洲进行的南双决赛 士气如虹的大马年轻组合万伟聪跟郑凯文 第一次挑战韩国队的江敏赫跟徐承载 第一局韩国是以21比15取得了开门红 但是聪文组合成功的以24比22扳回了一局 决胜局目前是还在进行当中 截至刚刚8点的45分 韩国是以13比12稍微领先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